各位姐妹平安 让神的话语成我们每一天 生命的光 生命的凉 我们今天看菲利比书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弟兄们 我还有话说 你们要靠主喜乐 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 与我并不为难 与你们却是妥当 应当防备犬类 防备作恶的 防备忘字行割的 那保罗在这封书信里面呢 六次称呼菲利比的 肢体们 称他们为弟兄们 一章十二节是第一次 然后三四章总共有五次 尤其是四章一节 强调的称为 我所亲爱的 所想念的弟兄们 那么在希腊文 弟兄这个字呢 所普遍的意义 普遍的意义所指的是 一母所生的同胞兄弟 那在新约方面呢 这个字呢 被用作同作基督门徒的 教会肢体 那这一方面是强化 神的家的概念 另外一方面其实也说明 真正的基督徒 必须是从神生的 也就是里面要有真神儿子的生命 而真神儿子的生命 所指的就是基督的生命 所以在主里面的弟兄们 也就是有一个共同的源头 就是我们的生命 都是从神而生 那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 保罗在菲利比书当中许多的话 其实他是对真正的基督徒说的 也就是对从神而生的弟兄们说的 如果不是有基督的生命在里面 或者是以追求基督的生命为目标 这样子的观念 那么其实后面许多的话 好比说丢弃万事如同粪土 为要得到基督这样子的话 那么其实对于他们来说 是没有办法领受的 那罗马书八章七节说 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 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 约翰福音三章三节 绝书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果 那么这边所指的重生也是从神生的 那这是基督徒称彼此为弟兄 跟姐妹的实质的意义 那在这一节里面呢 说到我还有话说 那这个原文在以弗所书六章一节 是翻译为我还有末了的话 菲利比书四章八节翻译为 我还有未尽的话 那保罗把这段话放在这里 作为第三章的开头影题 那我们也可以说 这是保罗对菲利比教会的肢体们 一个具体跟明确的一个要求 那要求什么呢 就是要他们要喜乐 不但在这里要求 其实在第四章第四节又再说一次说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 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那从这件事情我们就知道 喜乐对于基督徒来说 其实是非常重要 并且一定要得着的 但是却又不容易得着的一件事情 所以保罗在这边要常常提醒 那为难呢 在原文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二十六节 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都翻译为懒惰 那原意是单言跟犹豫 那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就是怕麻烦而不做 那妥当的原文在十读行段二十五章二十六节翻译为确实 在世伯来书六章十九节那那边则是说 我们有着指望如同灵魂的毛又坚固又牢靠 且通入漫内这一段经文当中的坚固 就是这个妥当的这个字 那整句话更明确的意思就是说 我不能够因为嫌麻烦就不写 因为这样你们才不至于半叠 所以我们就看见对保罗来说 他知道喜乐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而三章一节跟四章四节 我们就看到他好像前后的引号 那就让我们看见靠主喜乐的原则 或是靠主喜乐的要诀 而靠主喜乐的原意就是说 要在主里面享受喜乐 那么保罗知道弗利比教会的肢体 他们都曾经经历过在基督里 在圣灵里的喜乐 但是保罗也许也从接受到的 这个消息资讯里面知道 那么在菲利比教会的肢体当中 发生了一些事情 使得他们很可能失去了 在基督里真实的喜乐 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强调说 我再把这话告诉你们 与你们 与我并不为难 对你们却是妥当 那我们也可以思想 可能保罗在过去 曾经跟他们讲过类似的话 或者是在给他们的书信当中 也已经写过了 但保罗认为 这是不能够因为怕麻烦而不做的事情 因为提醒他们这件事情 为的是使菲利比教会的肢体能够稳妥 兼顾安全 那在今天的最后 我们再来思想 如果保罗这么看重喜乐这件事情 那对我们来说 我们就要以 我们能够靠足喜乐 作为一件 我们生命里面 衡量我们自己生命状态 有没有在 准确的状态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如果我们觉得自己很尽钱 很努力侍奉 然后也很愿意顺服神的律力 但是在我们的里面 却没有喜乐 那其实表示 我们与神的关系 或是与神的信仰 对上帝的信仰 对上帝的认识 是有不够准确的地方的 而这种喜乐 是要在主的爱里面 就是靠主喜乐 这种喜乐其实 它不是外在的因素 它是连带于真理 我们对神的认识 一个不能震动的国 所以盼望我们能够认识 在主里的喜乐 这是上帝的命令 也是神给我们一个 来衡量 评估我们自己生命到底 准不准确 一个很重要的依据 那祝福每位弟兄姐妹 在今天能够靠着神 有从神而来的能力 能够活在喜乐 平安的光景当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